Done of My Booth Done of My Booth Yeah! 上段故事中 顏善松設計師 利用了一條走廊 替這個精品住宅 營造了戶外的氛圍 現在讓我們看看 它如何串聯餐廳與客廳 打造溫馨的餐櫥空間吧 其實這整個空間 你是用一個十字線來做分割對不對 對 我們是有兩個軸線 一個是走廊軸線 一個是公共空間的軸線 所以它剛好成十字型這樣 所以如果說是以十字來分割的話 我們現在坐的這個位置 剛好就是整個領域的正中央 對 那所以就是說 所有的一些偉大的城市 它都會有一些中心的軸線 我大概的想法就是說 我在這個軸線裡面 我可以很容易看得到 我的家人他們在做什麼 或者他們可以跟我 可以很容易的互動 燈具它有一種 凝聚空間中心點的一個意味 那再加上我們的餐廳 它是位處於我們的公共領域的中心點 所以我想在這個中心點 我把這個餐吊燈掛上去 我可以塑造出空間的一個中心的意象 就好像我們在西方的話 他們生活的中心點是以秘魯為中心 那我們這邊的話 我們是以餐桌為家庭的生活中心 那像是右側這邊選擇的都是烤漆鏡面的餐廚具 是不是也是要呼應灰燼 我整個設計的主軸 還是有強調一個對比性 我在餐廳的左側 我使用了大量的灰燼 那這個灰燼呢 它有反射的效果 它會幫我們的空間做放大加乘的作用 對 那當然這個灰燼 我也可以增加空間的一個質感 讓它帶一點時尚 一點細膩度 所以我在左邊是灰的 我右邊我就會大量的使用板 我們用的是整面的接近鋼烤板 對 它是一個系統儲具 那這裡面呢 它除了收納我們應有的電氣櫃 還有我們的收納櫃之外呢 裡面隱身的一個空間 那這個空間呢 它其實是他們的客房 那我就讓它成為一個暗門 所以它這邊會變成一體性 我覺得在這裡真的很多驚喜耶 剛才我們從走到進來 原木的門裡面藏了客浴 然後現在在廚房餐廳的空間 裡面竟然藏了一個客房啊 你不講完全看不出來 因為根本沒有門嘛 我以為這一整面都是我們的家電還有廚具 對 那我想說我既然要呈現一個量體 我就盡量讓它盡量打氣 所以它的體盡量不要把它斷掉 那再講到廚房的部分 我又看到你的地板有做了一個區隔 在這個地方的話 我就把建商原有的磁磚給它退掉 對 那我們就是直接用新的磁磚 那新的磁磚我們要如何去呈現 對 那我在想說 因為我已經有大量一些光滑面的 亮面的一些物件在這邊的話 那我在地板上我就應該要跑出質譜的東西 來去呈現出我光亮的亮體這樣子 那這木蚊磚它是義大利進口的 上面它是有很漂亮的木蚊之外呢 它還有很漂亮的一個刀痕在上面 所以它是一個蠻好的一個組合 而且你踩在上面的時候 你可以感覺到那種木蚊的紋理跟質感 是的 做菜的時候又是不一樣的心情 屋主夫妻經常到國外旅行 設計師要如何幫他們完成舒適 又有設計感的臥房設計呢 我發現屋主喜歡的原木材質 在主臥房可以說是展露無遺 我們根本是在一間木屋裡面嘛 我們先從床頭板開始講好 其實這一大面L字狀 都是選擇木頭的材質 那這個L字狀它事實上它並不是木頭 它是系統板 因為現在的系統板的選項 越來越多了 所以它有很多是仿木紋的一個紋理來處理 所以它會比一般的木頭來得更耐用 對 現在其實系統板材啊 它們不但在材質上 還有整個呈現手法 都非常讓大家驚喜 有各式各樣的表面 對對對 沒錯 對 然後還有我發現你的這個甲板的概念 deck的概念 在床頭板也有耶 對 那這個deck一直是我們的精神 所以我都會把它帶進來 那所以我在那個主臥室 我在我的客廳 我這些元素都會去重複 只是說你要玩的它的大小 或者說它的顏色 你是可以做一些改變的 在床頭板這裡是橫向型的木紋 主牆這裡也是木紋耶 直線條的 對 是的 那這邊呢 我們是用那個木工的手法 去做出那個deck的感覺 之後呢 把那個日本壁紙 再給它貼進去 那我這樣子的話 變成說我deck又有其他的方式來詮釋 因為我們回到家 功能應該讓它回歸到 是比較就是能夠完全得到 休憩的一個空間 所以我們主臥室 是沒有太多的其他的功用 就是很單純的就是 一張休憩的床 那我們也用的色調 也是比較沉穩的色調 能夠進到那個空間以後 你會覺得心情會很沉澱 走進這個家 玄關設計選用低層沉穩的色系 搭配光滑的大理石材質映襯 銜接走廊位置 利用廊道帶給空間 一個豐富的層次氛圍 創造空間的景深 產生空間感 客廳的壁面的材質安排上 以大方簡約的明暗對比 材質的粗糙與光滑 來表現空間質感 像是電視牆使用大理石 書房牆面為空心磚 沙發背牆 則是引用船的甲板元素 在牆面的設計上低調而不複雜 因為天花板大量橫梗的問題 在直向的方向以斜切的造型處理 襯上黑色壁紙強調立體感 宛如身在狼顏之中 給人屋中屋的感受 而橫向則以黑鏡包覆 營造時尚精品的氛圍 開放式餐廚右側設置為收納櫃 同時為了讓這個空間看起來更為寬敞 在其中一側使用了灰燼放大空間感 而另一側則維持時尚氛圍 選用了白色的鋼琴烤漆面板 同時作為電氣櫃 更將客房的門扉隱藏其中 主臥房為了避免天花板的大量 直接壓在床的上方 因此在樑下設置吊櫃及床頭櫃 避免風水上的困擾 而電視牆則沿用船甲板的羽繪 並貼上日本壁紙凝聚精緻氛圍 小孩房則因應男屋主的喜好 運用粗獷材質 並利用玻璃具有通透感的特性 放大空間感 同時製造與公共空間的互動 在這整個設計的過程 整個裝潢的過程當中 我們跟設計師其實有經過 非常多次的討論 那設計師其實是非常一個細心的人 他很多事情比我們都還要去 關注到他的一些細節的部分 所以其實我們覺得這次跟他合作 我們覺得非常的放心 然後把這個案件交給他 完成之後呢我們也非常的喜歡 因為也完全跟我們當初想要的 一個空間是完全符合的 設計最重要的是一份熱忱跟溝通 對 那尤其是熱忱 如果沒有熱忱的話 你很多事情你會當作一個 Routine的一個工作在那邊做 對 那你就不會有新的火花 那如果你對設計 對於萬物都有充分的觀察的話 它會源源不斷的給你一些動機 那你就可以去做了更多的一些 設計上的一個挑戰 那自然你就會想去分享 從顏善松設計師的設計作品中 我們看見了無需多餘的裝飾 透過材質的變換和格局適當的更動 串聯出以其呵成的空間魅力 讓室內外保有適切的呼吸尺度 令居住者享有美觀 即使用兼具的舒適居家 想看更多 顏善松設計師的精彩設計 請上網搜尋設計家 如果都是會的話會有些 待久了會有點悶啊 單調啦 或無聊啊 甚至有些不露憂鬱 這個空間裡面完全感受不到 用了不同的明暗的層次 用了不同的材質 傳達出它的一種很細膩的一種表情 未必有問題 겠습니다 沒有問題 請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